看到他向科興中維生物製藥公司生產新型肺炎疫苗 他負責出資接近40億 持股比例會升至大約1.5億 你會怎樣看呢? 大家也沒想到疫苗就沒有想到他現在向科興出資 你會怎樣看他接下來的股價走勢? 我認為股價走勢是一般的 雖然今天是因為消息而升過下 但你見到圖叫 很快就已經散了 出了一些陰燭出來 低位率反彈一點 其實走勢是極度弱 我想反映了 應該是他受到大量採購的因素 最近公布的業績也提到 第三季的情況方面 比起上半年更差 原本想著經過了疫症舒緩渡之後 第三季應該開始回到正常 人們看回正常的病 下回正常的藥 應該都開始回復 但結果情況都不是 反映了大量採購 導致競爭壓力大 無利率有壓力的問題 所以你見到他應該的方向 都會集中多些焦點 做一些創新藥 或者一些比較不受大量採購 支裂所影響的藥 你見到其實他的業績也不是完全差大 你見到那些創新藥 還有這些新產品方面的增長都是厲害的 不過比例相對來說 都仍然是比較少些 我想他會加大這件事 還有今次的疫苗的話 我覺得可以利用得到 他們自己的銷售渠道 幫助到疫苗方面 進一步銷售得比較好些 其實看回中生制藥 他的走勢正如你所說 相當之一般 其實他大量採購這件事 影響會對他接下來 要延續多久呢 這次其實這個出資 會不會也有助他少少 中生制藥他本身研發這件事 可能可以幫助到他的業績 你覺得這個幫助又有多大呢 其實這個大量採購 我覺得是值得深入再去看看 數方面的影響有多大 因為原本 最初大家很害怕 後來就發覺應該不是那麼害怕 因為看回其實藥廠方面 都不是很多種藥 進入大量採購的 而進入大量採購方面 大量採購那些藥 雖然雖然一匹一匹一匹 可能七八成 但量是會多了很多 但結果開始慢慢出來 其實原來對 bottom line 都是有個影響 這個就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進入大量採購的話 你進不到evo那個可以CAM的名單的話 那些人又未必買到你的藥 進入到的 你可能的proper margin 可能會跌很多 所以我想就唯有公司 剛才說了 就要真的改變 product mix 大量採購那些藥 就帶來 cash flow 但利潤方面 你就真的要找一些自己創新藥 因為創新藥的話 大量採購的標準的話 如果只有兩個bit 或是更少的話 其實平均是減一成到兩成以內的 所以證明了 如果你的藥是沒有什麼競爭的話 其實減價壓力就不大了 好